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晚上好 我是诚意 很开心来到法莫系直播间 欢迎诚意 欢迎你 刚才是不是你一出现镜头 稍微都失焦了一下 今天整个的这个状态非常好 而且今天穿的这个衣服 也非常的春天 你看这个弹幕当中 大家夸得不停 而且已经想你很久了 当然我们也知道 今天你是在百忙之中 来到我们的法莫系直播间 跟大家见面的 最近我们在网上 其实刷到了很多 关于新剧的一些消息 都在说 你本人跟这个角色造型的 适配度很绝 我们也看到了 那个金发的造型啊 哥 也太帅了吧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你的近况 最近就是一直在拍戏嘛 也一直在剧组里面 演自己的角色 每天都在工作着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饰演的角色 王权富贵 是 我刚才差点以为说 我饰演的角色 角色就先保密了 毕竟你保密 大家都已经都知道了 对不对 那我们也期待能够早日看到 你在新剧当中的精彩表现 那说到拍戏 好像大家都知道 你是常年驻扎在横店的感觉 那横店的一年四季 你应该都是清楚了 差不多 差不多 那现在已经到春天了 这儿的天气有没有变稍微暖和一点 对 因为春天已经到了 因为天气也慢慢的暖了起来 很舒服 也希望天气越来越好的时候 也希望大家出门多走一走 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 我觉得心情会更好 是 晒晒太阳 晒晒太阳 享受春光 对不对 那天气好 就是想出去玩的心 就像你说的就控制不住了 那我想问问你 如果现在 给你几天假期 因为知道你平时很忙 你会不会愿意是 暂时放下你繁忙的工作 然后去开启一段春日旅程 会想要去什么样的地方吗 你是说 我在工作当中 就是现在给你几天假期 假设不是真放 如果是现在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给我放几天假的时候 我应该 哪里都不会去吧 因为他这个心还没有 把这个戏拍完 所以他还是一个 那个紧张的状态 如果这部戏拍完了之后 那我后面的工作 没有接上的话 我就会去和家人 或者去户外 去大自然看一看 走一走 就像你之前说的 还喜欢去海边 对不对 看看好风景 然后心情也可以放松 你看刚才的这段话 我们就能感受到 就是你在工作当中 哪怕中间给你一段假期 你都会觉得是那种 全情投入 好像没有办法去 关注到别的事情 对吧 还是很专注在工作当中 但是如果这段工作结束了 又是松弛感拉满的状态 所以你已经习惯在工作和生活之间 画这么一道边界了吗 那差不多习惯了 因为工作的时候就比较集中 集中精力就是去拍 那么生活当中更多的是去做减法 就是简简单单 这样就是会平衡一些 这个是自己去找的 好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平时是怎么保持这种自然惬意的状态吗 有什么样小的方法呀 或者你平常没有工作的时候 放假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 最近这么多年一直就是 如果放假的话 一半就是陪陪家人 就生活特别简单 就是这样 松弛一些 对松弛一些 让自己就放空 也什么都不想 放空啊 那个发呆一下 然后工作的时候全心投入 工作的时候全身心投入 很多时候其实你可以发现 当你放松下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多事 好像之前觉得很难 但是现在觉得 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地方 而且有的时候留一点时间 去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就像你说的 去大自然来一场轻松的旅行 那今天我们也想邀请 我们的代言成毅 一起来为屏幕前的大家 减轻压力 卸下负担 来提升生活的轻盈感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准备了一个 换清能量仪 就在我的面前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现在是处于一个 暗淡的一个状态 那需要我们接下来通过 轻呼吸 轻享受 轻生活 三种方式来获取对应的轻盈值 然后我们一起来点亮它 从而获得今天的精细福利 你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是的 帮我们的这个 大家谋福利的时候到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启 这个轻呼吸环节 其实我们的肌肤 时刻都面临着各种压力 比如说 现在空气当中的一些杂质灰尘 包括我们平时接触的彩妆 这些防不慎防的侵扰 导致我们的油脂会分泌过多 影响我们的肌肤状态 对不对 那如果卸妆卸不干净 还会有残留 有的时候还会造成毛孔堵塞 那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 卸妆科幅 小课堂 邀请你来跟我们一起揭晓一下 反墨西清洁卸妆 高的各种优点 好不好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我们请你来为大家揭晓一下 卸妆力强 毛孔及卸妆 第一个是卸妆力强 毛孔及卸妆 这说的是我们的反墨西清洁卸妆膏 它之所以可以达到毛孔及卸妆 是因为它当中还有的 这个腊母子油等核心成分 能够深入每一寸毛孔 去清洁 比如说我们平时的彩妆残留 来净化吸附毛孔粉尘杂质 减少污染物残留附润在当中 来帮助我们去还原肌肤 沉浸的状态 使得我们的皮肤能够平滑又柔润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条 乳化速度快 绒妆效果好 嗯 乳化速度快 绒妆效果好 我们卸妆膏的乳化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体验 其实你也知道 就是如果乳化慢 或者是乳化不彻底 平时会有种洗不干净的感觉 是的 对吧 那甚至可能会堵塞我们的毛孔 引发包包 那我们的这个法墨西清洁卸妆膏 它采用的叫做三态灵界乳化技术 它的乳化是很彻底 没有残留感 可以帮助我们戴走腹轴毛孔的彩妆残留 这也是我们的法墨西清洁卸妆膏的另外一个优点 那接下来我们请陈一来帮我们揭晓 第三点 全脸可用 嗯 可卸眼唇妆 嗯 无需二次清洁 是 全脸可用 它可以做到全脸卸妆 刚才你甚至情不自禁地带上了这个手部的动作 因为会觉得说眼妆和唇妆它还是能卸的 嗯 这一点蛮神奇的 挺厉害 而且它不糊眼睛 不会帮我们造成眼睛的不适 那对于防水彩妆和持久底妆 轻轻松松就可以把它卸干净 而且不需要二次清洁 卸了妆以后呢 它就像做了一个脸部的SPA一样 感觉每一个毛孔都在畅快呼吸 因为你现在出门应该也会涂 就比如说防护阳光的一些产品 对不对 嗯 对吧 然后呢 特别是在春夏季出了的时候 我们也会进行各种物理啊 化学高位的防护 那每一个产品都说主打成模块 防水防汗 那如果只是进行简单的清洗 肯定还会残留在脸上 所以呢 我们大家可以入手我们这款卸妆膏 静涉肌肤 让你舒爽一整晚 好 那我们介绍了这么多 各位可以对于它的这个上脸的舒适度 很感兴趣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它的质地 这是一款新的 我们可以来展示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它是淡绿色的 嗯 然后呢 我们把它稍微 挖一点出来 嗯 大家可以看 它是一个淡绿色的 然后是冰淇淋的质地 它的质地很好推开 嗯 丝毫没有那种油膜感 然后我们请陈毅来 闻一下告诉大家 它是什么味道 挺舒服的 是吧 柑橘的味道 柑橘果香 是闻着还挺治愈的 嗯 嗯 很舒服 特别是在结束一天工作以后 闻这个 你会觉得 好像还挺把你带入到那种 治愈的感觉当中 那感觉立马精神了 精神了 是吧 而且呢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它非常的易容 而且这一罐 就可以卸全脸 不需要再用洗面奶 进行二次清洁 所以你会感觉 每次卸妆的时间 也就大概两三分钟 嗯 那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 感受到它的卸妆效果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好不好 好 以帮助我来完成 我接下来 我会把彩妆涂在我的手背上 嗯 我这样涂OK吗 好 就这样 嗯 然后这个就是模拟 我们平时上妆的一个过程 大家看一下啊 我现在把这个彩妆涂在了 我的手背上 那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像平时卸妆一样 我们就取刚才 我们挖出来的这一点 不浪费 嗯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 放在这个上面 嗯 彩妆上面 然后模拟平时卸妆的样子 这样给它来打圈 按摩 OK 我稍微打了一下圈 它是不是完全就溶解了 嗯 很好推开 嗯 而且没有那种油膜的感觉 嗯 对不对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几乎现在 已经是完全溶解的状态 那接下来我请陈毅 用桌上的这个喷壶 来帮我在这个上面 喷水乳化一下 嗯 对 就直接按它就可以 嗯 嗯 喷哪里 喷在这就可以了 嗯 好 好嘞 这是喷完了 彩妆溶解真的很快啊 然后现在喷完水乳化之后 我再用这个干净的化妆棉 大家看一下 看到成衣的表情了没有 是不是很神奇 真的很厉害 是不是 刚才我们这样用水喷完乳化以后 是卸得干干净净 对不对 嗯 而且不会有残留 但是我知道大家肯定说 哦 那你们自己来做这个肯定是很 觉得很成功的 或者怎么样的 如果你还担心 我们这里今天还准备了一个专业的仪器 来 上道具啊 哥 嗯 这一个 你见过吗 你知道它是啥不 测试仪 哦 没见过 我们接下来把它打开 好 好 它已经开了 好 然后接下来 我邀请你拿这个 拿上这个 就在刚才 我卸妆的这一块 你帮我喷的这一块地方 嗯 你把这个仪器 怼在我的手背上 漂亮 哥 这是怼在手背上了 怎么怼眼睛了就 它发光了 对 它可以 你看 就怼在这 刚刚你 你喷的是这 好 然后你去移动它 然后你再看这 你看那个镜头里啊 你再看这 嗯 你移动它 哎 再移动 嗯 你看这屏幕上是不是在动 嗯 它是啥 它是我手上的皮肤 这是啥 它 这是我手上的皮肤 你移动它 再移动一下 看到没有 嗯 它是我手上的皮肤 然后你能看到 现在你只能看到 我的这个 整个皮肤的深层 完全是没有残留的 嗯 看不到口红的印子了 对不对 嗯 所以这就是在皮肤 检测仪下面 检测的我们刚才 整个卸妆的效果 还可以吗 你觉得 很厉害 很厉害 完全没有彩妆残留 而且这还是没有经过 二次清洁的一个情况 嗯 可以在这一场 也试一下 哇 它会 你看它会紧 看到你的那个皮肤 你看这里 嗯 还真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上了一个专业的仪器 来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的这个卸妆卸完以后 它是真的毫无残留的 这个对于每天有化妆需求的人来说 是不是还挺方便的 嗯 对吧 所以刚才我们的这个实验 就是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这一个卸妆产品 在我们的手上 卸了之后 它不会过度清洁 省时又省力 那么卸妆能力也很强 同时我们不小心揉进眼睛也不要紧 完全不会胡眼 整套流程下来 你会觉得毛孔可以畅怀地呼吸 而且它的这个瓶身细节也做得很好 就是拧紧之后 它是不会怕漏洒的 嗯 是不是还挺好的 是 神奇啊 很方便 很神奇 而且 很厉害 对 刚才我们看到它是有 你看大小不同的这个风格 不同的规格的 就是你在家或者出差旅游 其实都挺方便的 嗯 好吗 那我们要恭喜诚意 刚才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个实验 那接下来我们刚才说到的 这一个能量仪 就要首先把它点亮 我们一起倒数三个数 好吗 三 二 一 第一层亮了 嗯 这个是我们获得了40%的轻盈值 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嗯 刚才我们看到这款卸妆膏 除了卸得又快又干净 卸完皮肤还能够保持清爽不紧绷的状态之外 在帮大家卸上了脸上的妆容之外 还会带来舒适自在的月脊护肤时刻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轻盈指数的第二站 就是轻享受 你平时爱吃水果吗 爱吃 爱吃 嗯 那法莫西也出了很多种水果味的卸妆膏 它适合不同的肤质 那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个适肤指南 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请你来跟我们一起揭晓一下 嗯 我们要请你来跟我们一起揭晓一下 嗯 分别适合哪一类肌肤人群去使用 嗯 首先第一个 这是我们刚给大家介绍到的 就是刚做完实验的这个法莫西清洁卸妆膏 它适合什么样的肤质呢 多种肤质可用 多种肤质可用 没错 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下一款水果味的卸妆膏 这是草莓清洁卸妆膏 那么它 就是干燥缺水 肌 就是有点干燥 或者有点缺水 的肌肤 肌肤 哎 这个分享给干燥缺水肌 它在沿用经典配方的同时 还加入了这个草莓果提取物 是给干燥缺水肌准备的 那给大家带到了不同嗅觉享受的同时呢 也增加了 角质层水分的含量 起到了柔韧静蟹 补水保湿的效果 那我们也把这款准备了 你看一看 这款啊 首先看到是粉色的 草莓 哎 是不是还挺可爱的 然后呢 也是冰淇淋一样 很软糯的质地 触夫及容 而且它这个膏体粉纹嫩嫩的 可以说是少女心爆棚 每天卸妆 闻着它 心情都会很愉悦 你可以闻一下这个的味道 嗯 是不是跟刚柑橘的又不太一样了 对 有那个草莓的奶 草莓的奶香的味道 草莓奶香的味道 对吧 你喜欢吃草莓吗 嗯 喜欢啊 喜欢 还可以啊 所以这个味道还可以 对吧 所以像其实现在大家还会有那种熬夜的习惯 当然熬夜的危害有多大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知道 那如果你带妆熬夜 可能危害会更大 所以人在疲惫的时候 皮肤状态会更加的脆弱 化妆品当中的成分呢 会使这个肌肤毛孔粗大 肤色暗沉 嗯 闻上头了有点 嗯 也不能多闻 对 那当代年轻人都市鸡 熬夜鸡都是常有的 如果对于熬夜的朋友 就你身边如果有朋友特别爱熬夜 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就比如我 我最近熬夜熬得特别多 那工作属性不严 比如说我们演员也很多 就是因为熬夜嘛 嗯 要拍大夜戏 拍大夜戏 嗯 那你会 那就适合我一点 就直接给自己了 适合我一点嘛 因为对 是 那如果身边有朋友 他就是也没什么工作的关系到那么晚了 但他就是爱熬夜 晚上就是不睡 那我就求求你别熬夜了 就少熬点夜嘛 对 对 你看多真诚 嗯 因为熬夜对身体真的 就是你熬夜可能你看 你熬夜可能 就是对身体不好 而且买很多东西 对 也不好 你看这个就去弄它 对 对不对 就就就不太好 第二天状态也不好 状态也不好 还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对不对 而且你说熬夜对伤害还是蛮大的 所以认真洗脸卸妆 可以让我们的皮肤透气 呼吸减少伤害 我们的这个法莫西 针对都市鸡爱熬夜的大家 也同样准备了另外一款 我们也请陈毅来为我们揭晓一下 这款双层苹果卸妆膏 它适合什么样的肌肤 刚刚都说了 熬夜鸡 分享给都市熬夜鸡 我一定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款 我觉得这款非常神奇 你知道它为什么会被叫做双层苹果吗 你先猜一下 你这个表情意思是 这还想难倒我 因为它有两种不同的颜色吗 你确定吗 这个都是 你看一下这个颜色 你看一下这个颜色 你看这颜色在这 你看一下 就一种 不是两种吗 对 你看很坚定的知道这个答案 因为见证奇迹的时刻就来了 我来给你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镜头 挖出来 它上面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红色 下面其实就是黄色 这个是渐变的两种颜色 刚才 陈寅也说了 是两种颜色 所以叫双层苹果 它像苹果果肉果皮 而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你会闻到 你再闻一下这个味道 淡淡的那种苹果精香 对不对 又是不一样的味道 其实这每个味道 我觉得都蛮好闻的 对 我也觉得 就是它会让你的卸妆过程 好像闻到了那种 真实苹果一样 很愉悦 很愉悦 对吧 那同样的 它也采用了我们的经典配方 乳化速度非常快 所以即使是换季的时期 偶尔你的皮肤状态 还不太好的时候 也不会有那种不适感 那刚才我们介绍了 卸妆糕那么多的口味 你个人比较喜欢的 苹果草莓 你会比较喜欢哪一种 其实我每天都会吃 每天都会吃 就是水果 我都会吃卸妆糕 对 你要选择可能这个吧 就是双层苹果的 双层苹果 那其实都挺好闻 是草莓很甜 这一人而已 我觉得大家可以 和水果的味道就是 健康 对和水果的味道就非常贴合 而且我们都知道 水果是有丰富的维生素 它可以帮助我们 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 搭配健身和好好护肤 它就可以很好的 给我们的身体减负 对不对 所以同时我们要记得 给我们的肌肤 轻盈减负 用法莫锡 去为肌肤 卸下负担 开启肌肤水感 轻盈的状态 那今天我们也准备了 各种水果 接下来就想请你 来现场给我们做一个 春日元气水果 轻食碗 怎么样 好 我觉得这个你肯定平时自己 都经常做 关上这个应该就知道了 对不对 其实这个比较方便和简单 这里面我们已经放好了 这个酸奶 那接下来 我们也准备了 一系列的水果 满满的都是春天的感觉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 你会选择哪些水果 放在这个酸奶当中 哇 这个水果 还可以哦 都蛮好吃的 这个应仁而已 大家就酸奶 放点水果 我们想看看你的同款是什么 嗯 放点草莓了 首先选择的是草莓 刚才我 再放点蓝莓 蓝莓 嗯 再来点桃子了 这是桃子吧 我一看就知道 嗯 嗯 好 哦 这是桃子 嗯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再来一瓶柠檬啊 柠檬是挤进去 还直接这么放 就放在旁边 当装饰的感觉 放在旁边嘛 好 嗯 那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这个青石碗就完成了 里面放了草莓 蓝莓 桃子 还有最后放了一片柠檬进去 所以各位可以get一下我们成衣的同款 虽然他说这因人而异啊 嗯 因人而异 对 这个比较觉得 对 而且一看这些水果 你就会觉得春天真的来了 而且他们看起来都非常诱人的感觉 对不对 嗯 那我们这里呢 这个青石碗 我们就先放在这儿 然后给它吃掉 嗯 还准备了一些完整的水果 嗯 好 先放在这边 嗯 这边还有一些水果 嗯 里面有苹果 嗯 柠檬 橙子 嗯 那 接下来你可不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当中的三种水果 向我们的镜头展示 就一个水果展现一个 春日氛围感三连拍 嗯 好不好 那我们先选第一个 各位准备好要截图了啊 准备好要截图了 嗯 博鼠321你就摆一个造型 好不好 嗯 要想吗 好 好 准备 321 喂 这个比较情包 那字我都想好了 看不到我 我可是在看着你 好 来 第二个 好 选择了苹果 来 321 这个字是 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今天主打一个看不到你 是吧 来 第三个选一下 柠檬 好 来 321 嗯 好 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是吧 对 这个不会是看不到你 看不到你吧 你不是拍吗 都可以吗 好 就是刚才咱们这个什么呢 这三个虽然水果不一样 但讲究最后拍出来的是一个系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把道具身收起来 刚才这三个大家应该截图 截图过了啊 怎么还有朋友说猜到了 猜到什么 猜到你的拍照的这个这个感觉了 好 那恭喜你又完成了一轮 那接下来就获得我们的30%的这个轻盈值 来 这个弹幕在这啊 说你调皮 好 那这个30%的轻盈值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点亮它 来倒数 3 2 1 好 看到我们的这个换清能量一达到了70% 那刚刚我们已经解锁了轻呼吸 轻享受 还有一站就是轻生活 其实轻生活顾名思义就是减轻 对吧 减轻这个词我们可以拿它来阻词 减轻生活的压力 减轻地球的负担 那我们的法莫系也是一个非常倡导 环保理念的品牌 像是法莫系清洁卸妆膏 这个瓶身采用的就是可降解塑料 那么纸盒采用了FSE认证纸张 以及更加环保的油墨印刷 通过环保包装 因此来减少对于地球的负担 嗯 是 这个当然大家都在给你留言 那我知道大家如果跟我们一样 有很多用完的空瓶 平时你觉得会留着特别占地方 但扔掉呢 又觉得不环保 我们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 就是可以将它们空瓶改造 嗯 你有看过我们法莫系空瓶改造出来的成品吗 看一下呗 这个你可以把它打造成高颜值的环保单品 点缀日常生活 你看它的瓶身就是我们平时用完的这个卸妆膏的瓶身 然后你再这么做一下 当中放一个多肉里面不是有这个土壤吗 这个真的要鼓个掌 是不是 特别棒 是倡导环保的理念 而且它是非常精美的一个绿植小盆栽 可以放在你平时 比如说办公桌上呀 或者这个家里呀 都可以放 哎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一来 这个空瓶也被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 嗯 是吧 嗯 是的 也期待大家入手之后的精彩改造 为空瓶延续新生 好 那这一关到这里 我们的轻影值已经全部收集完了 接下来让我们倒数三个数 三 二 一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幻青能量仪 现在目前是达到了一个满格的状态 刚才是全部暗淡 那 诚意和屏幕前的大家一起来点亮了它 我们要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福利 它就是诚意清签 我们会选出五位朋友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 后续我们会来公布名单 当然距离开讲呢 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还有一个环节 需要陈奕来完成 这是我们提前征集到的 大家对你的一些祝福留言 接下来呢 有两个信封 我们麻烦你帮我们念一下 好不好 也到了独信的环节了 独信的环节 每次我觉得这个环节 都特别的喜欢 嗯 OK 开始咯 和诚意哥哥一起共复春日有约 未来我们的道路 甚满阳光 我们所有等待都是心想事成 和如愿以偿 希望哥哥在拍戏的时候 注意身体 然后一切顺利 开心快乐每一天 期待哥哥带来的每一个角色 嗯 谢谢 谢谢 谢谢这位朋友 我们一起共复春日有约 也希望你身体健康 嗯 好好的 是 开心 嗯 过好每一天 哎 我们的生活可以同样一起充满阳光和精彩 嗯 那接下来是第二份留言 嗯 想对诚意 诚意老师说 就诚意说吧 嗯 希望你能够顺顺利利的开启人生每一场旅程 开开心心的感受 美好世界的每一天 嗯 痛痛快快的活在自己的热爱里 果果 一直都是你旅程中的阳光和热爱里的 力量 我们一起加油 一起越来越好 哇 嗯 我们的这个弹幕里面有朋友说 就每次都特别喜欢看你在读大家的信的感觉 好像就是看到了你跟我们交流时候的样子 嗯 你看到这个信应该也是非常的温暖和感动 对不对 嗯 嗯 我觉得果果们是很用心而且很暖心的 是的 嗯 每一次读信好像都会被感受到 感动的 嗯 嗯 所以呃 今天我们的直播进行到现在 有什么想要对直播间陪伴到现在的 而且一直在我们的评论区弹幕里面 呃 在跟你交流的 我们喜欢你的朋友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嗯 哎 时间过得也真的蛮快的 对 其实就是 呃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嗯 想对大家说的是 春天到了 嗯 希望大家 嗯 出去外面走一走 嗯 看一看美丽的风景 同时呢 嗯 呃 有一个更好的心情 呃 迎接自己的每一天 嗯 呃 就简简单单的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比如说爱都是双向奔赴的 我也相信在直播间的大家都很珍惜每一次和成一见面的机会 但是呢 刚才成一也说了 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 嗯 我们的直播到这儿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 我们要先请成一去休息了 我们下次再见好不好 嗯 呃 呃 感谢观看